今天看的新白癡 將對人民要記起 來加強犯罪幾款 台中市現在也要求說 這種店家 必須要離高中節 直接一百公斤 加上台部份是都讚讚成 也不過是小孩子 是不一樣的看法 對 我是覺得太氾濫 然後對小朋友的影響 我是覺得有 也不好 第二次 警方局決定修正 自作選部反省的 管理主題條例 加強犯罪是在拜託範圍 對本地國中修附近五十公斤 更大到國中節以下一百公斤就來 這消息一出來 有些學生認為減量就可以 不必要全民拜託 將會到時候相反的經濟 因為這樣來變賣 我覺得這娃娃機 可以設一兩台就好了 就是不要設太多 因為畢竟三圈還是要做生意 這個那麼多台 這樣移走很多 他們會賠很多錢 對 我覺得還是要保留 拿一張最款作例 挖近台東一張的浴宅家 七十五公斤就來 到四間夾女兒的店面 經法局表示 目前收發折迫 到來聽國黨委的意見 之後他會基盤說聽話 安生最近年代四行 會有一年時間存久 跟商圈這邊多溝通 然後也會多多少 像說希望他們引進 比較有知名的品牌 店家或者是年輕人愛的 來我們商圈進駐這樣子 市政府警察 在外面對相反的發展 是很不利的 在後來的福德 這些店家半線 繼續和相反溝通 引進比較大的品牌 來到這裡開店 帶動經濟 要檢測到小孩的身心健康 記者綜合福度